你不论在家出家 奉献了这么多生命体力 按照佛的去做 虽然我们还不是圣人 我们也有一些烦恼跟习气 可是对于佛法 你要坚固不动的信愿行 所以阿含经讲说 对要有四不坏性 对佛法身界四个 你都要四不坏性 坚固不动 最近我也听到有些人跟我说 师父我对佛很恭敬 对法也很恭敬我相信 对于僧嘛 现在的出家人 这是阿弥陀佛 不要这样讲 这样的话 你心不佑真正的虔诚心 在没有成佛之前 每一个人都不圆满 没有正阿罗汉果之前 每一个人都很丑陋 谁都不要丑笑谁 只要如理如法出家的僧众 不管南传北传藏传 你都应该恭敬他 至于他做什么 他有他的因果 不用你管 了解吗 所以对三宝 真的是要有信心的 因为讲到感应 我就继续讲 讲当机 对不起 师父我看到一般的佛弟子 在一个神童的庙里面念 普门品来庆祝观音圣诞 他们在神明面前念 然后童子在庙中跳 一个所跳的是观音三娘娘 一个是散财童子 你确定吗 然后呢 跳童呢 就带领了大家拿着莲花 绕寺庙 绕一千 他们也很聪明 念六字大明咒 请问师父 这样好吗 这样对吗 听说一个佛弟子 若已经归了三规五界 还在这样子庙里 帮忙活动 例如改选帮忙跳档基 翻译给信徒 做这些事 好吗 我认识了这个佛友 我对他说 这个沙是女生 你已经归了三规五界 已经破了 因为你去了这个道场 我劝他 他不听 他还骂我说 你根本不会懂得广结善缘 师父请你给我一个指示 又有人说 这样做会使人误会 佛教有跳档的 这样是不对的 但是领众的主庆 跟大庆 跟牧鱼的维挪 他们说 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 他们是想把大乘佛法 带进道教 这样对吗 会不会自误误人呢 师父 我真的很想听你真心的话 谢谢你问真心的话 但是呢 人不太喜欢听真话 真话会得罪很多人的 哎呀 现在换我深呼吸了 不要排长 谢谢 其实我觉得 你现在讲的东西 在台湾也有 我觉得首先 大家应该分清楚 什么是佛教 什么是佛教的文化 什么是佛教 跟民间宗教的结合 什么是佛教 跟道教的结合 台湾也有 如是道三家 都混在一起的 所以 第一个先回答 问你 这样做好吗 先说佛弟子 佛弟子 假如你真的做了 三规五戒 你去这样的地方 老实说 真话跟你说 我刚才说 真话是很难听的 你真的已经不是佛弟子 你三规五戒的戒体 三规一的戒神 通通都跑光了 自规一佛 永不归一 外道天魔 你心里还会参与 这些活动 其实你不是 纯净的佛弟子 虽然你可能 过去当中 也跟民间宗教 或道教结合 这边是不是广结善缘 先不要扯那么远 先讲理 第二个 那现在有个问题 请问观音菩萨 会用这种跳档 来帮助众生吗 依师父的理解 我不能说没有 因为观音菩萨 广大的神通力 是静虚空骗法界的 他有很多的方式 是超越我们人类的思维的 那观音菩萨 要读一贯道 跟道教徒 那他会不会也化身 在家居士呢 也可能 所以我不敢轻易下评论说 这样子就不一定对 但是呢 我可以告诉你 观音菩萨 不太会用这样的方法 度众生 那是神鬼教 动不动呢 他会跟他讲 观音菩萨灵坛了 其实我告诉你 根本不是观音菩萨 他是呢 善神 鬼神教来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跟你讲 他是鬼的话 全部人都跑光了 他想观音娘娘来了 大家会比较相信 其实观音娘娘 不太会用这种方法来的 第三个问题 我曾经问我过家师 观音菩萨 应以和声得度者 即现和声而畏说法 那我怎么判断 一贯道跟道教里面 也有真正观音菩萨 也有真正观音菩萨 现在家居士生来度众生呢 主意听 我师父回答得很好 他说假如他真的是观世音菩萨 来度你的话 先会让你要守五戒十善 要修行 最后慢慢会引导你成为正信佛弟子 这个才是真正的观世音菩萨 我觉得我的师父很有智慧 他给我一个判断的智慧的标准 假如他告诉你 你不要信佛 也不要去皈依 末法时代呢 道已经传在家了 现在的出家安部怎么样 三宝也不行了 那都是骗人的 因为观音菩萨 纵使化身为居士生啊 他对三宝一定也顶礼的 了解吗 所以师父讲很多法 尤其是法华经跟大乘经论 我相信也有天龙八部 跟佛菩萨来听经的 对不对 但是佛菩萨无我 他不会顶礼的说 他心里讲 心虹法师臭小子 你不知道我是观世音菩萨来 还不下来拜我 观音菩萨不会有这个念头 真正的观音菩萨不会 了解吗 所以你真的要听闻佛法 那至于说广结善缘 那要结什么缘 结清净的缘呢 还是杂染的缘 当然有人说 哎呀我们也发菩提心啊 要把大乘佛法带到道教里 请问你真的对大乘佛法 搞清楚了吗 其实你自己也没什么搞清楚吧 其实这样做的人呢 我觉得虽然是善心啊 可是我觉得很可惜说 他们没有什么智慧 所做的是 杂染人天福报的善缘而已 他不一定是清净的菩萨道 所以很多的人 对不起 尤其新加坡的莲友 真的把很多人天善法 误以为行菩萨道 其实你根本搞不清楚 什么是菩提心 我真的有没有做六度波罗蜜 这个 我只能点到为止 你要自己去想一想 你是真正的佛弟子吗 还是呢 只是佛教也拜 道教也拜 一贯道也拜 反正好的通通都拜 所以 我觉得作为佛弟子呢 其实他是应该用 如理如法的方法 帮助众生 假如 观世音菩萨 真的可以用跳档 来帮助你的话 那就不要用三宝了 那大家就一起跳吧 观音菩萨呢 千百亿化身 每一个人头上都画一个 观世音菩萨化身 难道观音菩萨 没这个能力吗 可是这样子 不会让正法注视的 这只会让呢 人家外道徒 看佛教的笑话而已 因为学佛的人呢 通通都神经有问题 每天就在这样跳 然后呢 也不读书 也不从社会去沟通 然后呢 也不按照智慧去判断 那就看沙盘上面 写什么就照他做 其实这不是 很清净圆满的智慧的 了解吗 这个问题我只能答到这里 我不能再答 带杂呢 我可能会被抓气 被关起来 给人家跳了 好 请看下面的经文 物三 坑变保持 所以有智慧 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不要觉得 讲经弘法没有功德 有无量无边的功德 你按照佛力 法力 智力 三个力量去修持 过去 现在 未来 天龙八部 圣人都会 互念你的 心要很正派一点 接下来再看 物三 坑变保持 事实 狱中有 阎罗王的狱卒 心开始就 生起了疑惑 觉得很奇怪 奇怪 为什么呢 因为突然 这个地狱 变成大火 变成清凉池 这时候 他就说 何故 为什么呢 会突然变成 如是非常特殊的相貌呢 这时候 观世音菩萨 就直接 一刹那之间 以他的大悲心 功德力 就进入了地狱了 破除了很多 刚才的火汤 昨天就很大很大 烧害 伤害众生的火锅 突然呢 就全部破散 火也熄灭了 这时候 所有的火坑 一刹那之间 变成七宝池 八功德水 而这水池里面上 有莲花 大如车轮 就像极乐世界一下 青色青光 白色白光 赤色智光 红色红光 所有的众生 在地狱里面 就觉得像坐在 大宝莲花里 为什么呢 这是观音菩萨的功德 现在请看幻灯片 狱中 阎 阎罗王 狱主 心生疑惑 你有没有看到 这边有个黑白无常 门口还有哪一个功德部 旁边后面有个鬼 还有火 那现在有个问题来了 请问 这个是从哪来的 有位曾经问我 师父 佛菩萨大慈大悲 难道真的地藏王菩萨 或十殿阎罗王里面 有这么多的鬼吗 这些鬼从哪来的呢 是佛菩萨变的呢 来管我们的吗 答案不是 师父先回答一个问题 请问新加坡的警察 从哪里来的 新加坡是一个国家嘛 国家政府制度 它就一定会有警察 警察要保护呢 善良的老百姓 弱势的团体 对不对 那请问 你住在新加坡 假如你是一个 很守法的公民 你看到警察会不会怕 不会啊 警察你做你的啊 我做我的啊 我非常自由啊 因为我不怕警察 我没有做错坏事 但是假如你不小心 偷了别人东西 抢别人 或是伤害别人 那你怕不怕警察 你就怕 所以警察就对你有 威胁的力量 同样的 注意听 黑白无常 也是众生共业显现的 就像警察一样 你没有做错坏事 黑白无常 会对你很礼敬的 尤其是你是 精进的佛弟子 黑白无常 看到你 他会恭敬 因为你这个人 是真正用功修行的佛弟子 但是假如你这个人 伤害了很多众生 造了很多恶业 那黑白无常 本身也有神通 他就有权利来抓你了 所以你看到地狱的 十殿阎罗王图 变化里面画的说 为什么这些人 黑白无常可以抓他 那是他的业的显现 你不要去想 黑白无常 是不是佛菩萨 创造 然后来管理人的 不是 是众生业的显现 了解吗 这个我要先解释 不然讲到最后呢 好像大家都疑神疑鬼 然后呢 这是不太好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地狱里面突然呢 这个猛火呢 变成清凉池 然后呢 地中的那个 阎罗王的狱主啊 黑白无常 突然都吓了一跳 他想 诶 奇怪 怎么地狱呢 现在突然 所有的活动都停了 好 再看下面 丁武 因缘无常 分寺 物医 快速往易 这时候 阎罗王的 还有这些狱族啊 他本身也有神通 神通的大小 要看他的功德力 这时候他看到以后 就把所有 一张惩罚众生 制罚的这些脏器 就像我们在监狱牢房里面呢 惩罚那些罪犯啊 或坏人的那些 像刀剑 锤棒 弓箭 铁机 山谷叉等等呢 就放下来 就开始 大家都跑到 阎魔天子里面去 为什么呢 因为阎魔天子呢 是所有的 鬼神里面的 这个总管 同理大众的人 物二 灭尽因缘 到了以后 他就对阎魔天子 报告说 大王啊 我不知道怎么样 我这边的夜暴之地啊 突然呢 一切都熄灭了 本来我地狱当中啊 有很多很多的 蒙火 然后呢 刀山剑树油锅 本来这个惩罚众生的一切的活动都进行得很顺利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呢就停了 可见这些阎魔的狱主向阎罗天子报告 那阎罗天子就回答 你怎么知道你的夜暴全部都发生了这种事情呢 那当然阎魔天子的神通 智慧跟功德力比那旁边的小鬼高 那当然他就知道 怎么知道呢 请看 物三 化现神变 这时候阎魔天子就告诉说啊 狱主啊 你的大阿比地狱一刹那之间变成清凉池 那是因为我看到有一个向好庄严的圣者 戴着头上的宝冠 然后有法际身上装满的金银珠宝 庄严其身 一刹那之间进入了地狱 所以破坏了这些油锅跟刀山剑护油锅 火根一刹那之间就变成了清凉池 而且池中的莲花大如车轮 这是阎罗天子的眼睛以天眼通所看到的境界 看到以后他虽然看到这个现象 但他的智慧啊还是不是很高 所以物事苦心思维 这时候就讲阎魔天子想 到底谁啊 是天人呢 还是佛呢 还是是菩萨呢 有这么大的威神力呢 是大自在天呢 还是纳罗岩的天神呢 有这个力量呢 跑到地狱里变化这样不可思议为妙的力量呢 还是有大力的十个头的罗刹鬼王呢 这时候他心中有很多疑惑 当然最后阎魔天子呢 就用了神天眼通 下面三十三页第十八行 物一以天眼通观天地 他就知道观世音菩萨来了 所以这时候呢 阎魔天子跟所有的大鬼小鬼啊 就赶快到观世音菩萨面前去顶礼 翻过来三十四页 三十四页五二 就是呢 他赞颂观世音菩萨的寄送 了解吗 我先讲大纲 因为这里面有很多细节我要说 所以可见 从三十四页里你会看得到 赞叹观世音菩萨的寄送 是有很大很大的功德 为什么 因为观世音菩萨是圣者 连阎罗王跟大鬼小鬼 看到观世音菩萨都要顶礼 也要赞叹寄送 这个就是阎罗天子 赞叹观世音菩萨的寄送 有十六首寄送 我待会会说 好 现在翻回来 翻回来看第三十三页 第十六行 好 刚才我有讲 佛力 法力与自力 对不对 是不是 好 先看 佛力 法力与自力 好 先说 为什么观音菩萨有这个功德力 可以改变呢 好 先看下面 换灯片 注意看 你可以抄 佛经里讲众生 祸 夜 苦 这是很重要 不再讲义上 我这次很抱歉 我是故意留很多了 让你们抄 免得你睡觉 你不用抄很多字 因为大会很慈悲 有虔诚入义 你抄关键字就可以了 第一个 祸 夜 苦 祸 迷惑 夜 是造业 苦 是受苦 这三个轮子呢 就是我们轮回事实的真相 迷惑 英文呢 叫做呢 delusion 或是confusing 也可以 造业 造业 doing bad karma 就是呢 action negative action 当然这里的造业 有造善业 有恶业 可是这里呢 是指造恶业多 最后 accept suffering 受苦 众生就是 祸 夜 苦 祸 夜 苦 好 现在我们先讲 那这三个轮子呢 就这样一直转 一直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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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如果没有听到佛法 你也不知道怎么修行 所以我们深深试 在轮回里 就是祸 夜 苦 祸 夜 苦 祸 夜 苦 但是你了解了真相 好 现在 师父来解释 祸 夜 苦 假如这三是一个轮子 三个都是轮子 请问你拿一把剪刀 你要从哪里剪呢 三个轮子 一剪一个 就三个都断了 好 现在分上 中 下 三种根性 下种根性的人 先从受苦 一般人受苦的时候 都很苦 比如说你现在遇到 别人欺负你 毁谤你 我故意呢 欺负你 伤害你 侮辱你 当然你就很苦 为什么 你受到别人的侮辱跟伤害 这时候呢 你呀 假如没有学佛 你会更苦 我想人家报复你 你也想报复他 那就叫渊渊相报 何谁了咯 对不对 所以 下根性的人呢 要告诉你 受了苦的时候 不要怨天尤人 你懂了佛法 我昨天说过 一切的苦乐 都不离开因果 只是呢 你心天还没有 证悟到神通 没有看到你 无量节的因缘果报 所以你会觉得 有很多东西 疑惑 迷惑 甚至不甘心 其实 你今天的 所有的好处呢 也是你自己修来的 你所有碰到的不如意 也是你有意跟无意造成的 当你真正心里 明了了这个 因果到道理以后 你就不会向外面 怨天尤人 你反而会来 要求自己 忏悔 举个例子 当你受苦 受了苦了以后 你就会生起慈悲 哎呀 众生比我更苦 我上次常常举这个例子 你到医院里生病 那是你的业 可是因为你病了 结果你看到其他的病床 插着管子 那个断腿的 这个癌症的 这个做化疗的 哎呀 他们比我更苦啊 这时候注意听 苦反而很好 苦让你生起了大悲心 了解吗 所以苦 要看你怎么转变 转变的先决条件 你心中真的要懂佛法 否则你只是像世俗人一样 以牙还牙吗 人家呢 倒我的会呢 我下次呢 就倒他的会呀 你的心狠狠 可是呢 你都不认为自己错 等到下辈子 一偷胎的时候 哎呀 观音菩萨 我怎么又被人家倒会 你不知道你前辈子 倒了多少人家的会呀 而且还跑掉了 是不是 你都忘记了 所以天底下 所有一切的苦啊 都不会无因无缘 而发生的 所以下根性的人 先告诉你 不要怨天尤人 受了苦 要想 我就还人家的业障 这并不消极 是真正改变你的心 不要再去报复别人 伤害众生 甚至要用苦 来转变为大悲心 下根性的人 好 先看中根性 造业 造业 中等根性 中等根性的人是什么呢 告诉他要受五戒十善 你不要再去造恶业 举一个例子 各位你的亲朋好友里面 都有喜欢喝酒的吧 一定是酒鬼一堆的 对不对 佛教徒可能会比较清净 节制自己 但是呢 你碰到非佛教徒 动不动呢 都希望呢 你要喝酒 对不对 像日本人啊 对不起 阿弥陀佛 日本的商人呢 都是呢 要教你到去酒楼 对不对 喝喝酒 让你开心 然后这样啊 陪个女孩子 然后按摩 按一按也不知道 按到哪里去 然后呢 生意就谈成了 众生就是这样 离不开酒色才气 对不对 那现在呢 就告诉你 你不要造恶业 你为什么要喝酒呢 你喝了酒 花了这么多钱 然后今天头晕晕的 然后呢 脾气不好 你就跟别人打架 那为什么会被打架 打完架 被警察扎 就关起来 请问 谁害你的 自造的 没有人害你 可是呢 你就是不愿意 改自己喝酒的坏习惯 所以你就一直造恶业 伤害自己的身体 也伤害自己的心灵 所以中等更新的人 告诉你要持戒 要修禅定 控制你的念头 不要再造恶业 不造恶业 他就不受苦 所以持戒 修持 禅定 有他的功德 这是对中等更新的说 但是你对事实的真相啊 宇宙的真理 还不一定透彻了解 有时候碰到困难的时候呢 其实你还是会怀疑佛法的 所以在佛经里面说 业力献钱的时候 佛弟子也有 恶业献钱 毁谤三宝 舍弃三宝 而做外道徒的 有 非常非常多 所以佛教徒 也有变基督教徒 也有变天主教徒 然后呢 也有基督徒 天主教徒 变佛教徒 为什么 过去中 你的善根因缘会变的 最重要呢 你心中没有 坚固的佛法 你只是告诉自己呢 像石头压草一样 所以持戒呢 也要有智慧 不然你一直压 一直压 一直压 有一天就会像火山爆发一样 那就很可怕 那真正呢 要断你的烦恼 要什么 请看上根性 要解除你心中的迷惑 这就是上根性的人 为什么要听经 文法 诵经 学习正法 你不学习正法 你是连正邪真假 都无法判断的 好 那 或业苦 或业苦 就像轮转一样 你要呢 先告诉自己 碰到了苦 好 开始来 每一个人注意听 碰到了苦 一定要想是 过去自己的恶业 就像师父 后面头了 长了一个肿炉 那我也觉得 是我的恶业 我不会去恨别人的 为什么 那是我的业啊 为什么他不会 长在别人的身上 要长在我身上 一定有无量节的业 各位都听过 安世高大师吧 对不对 安世高大师的故事啊 对不对 他修得很好 但是他欠人的人命的时候 还是要还的 他已经有神通了 直到过去 现在未来 他要还人的命 还是要还人的命了 对不对 六祖慧能大师 有一次碰到 两个土匪抢啊 那他早上就告徒弟说 来放十两银子放在这里 下午会有人来 他说师父会有人来吗 对 突然抢了两个长刀进来 他说放下屠刀吧 我欠你的钱啊 但我没欠你的命 我过去是欠过你钱 因为无量节恶业 钱你拿走吧 刀子呢 放下 我没有欠你的命 所以你不要杀我 你杀了我 你会多地狱的 后来他就很呵斥的 那两个人 也劝他 冤冤相报和食调 一辈子做土匪 强盗 最后他被六祖会能大师 感动 就真的放下屠刀 归一三宝而学佛了 请问 你现在突然在家里送经 突然两个强盗抢进来 你怎么办 面观圣音菩萨 打新加坡的 警察局的电话吧 也就是说 他一定有因缘果的 现在呢 是要告诉你说 我们先碰到苦的时候 要安心去受 随缘消旧业 更抹造新秧 而在我们的身口意里面 我们要持戒 要修禅定 要忏悔 要精进 要控制自己的念头 接下来 你还要用全部的生命 去学习佛法 深入经上 你才会解除你心中的迷惑 这样子 你才叫是如理如法的佛弟子 很不容易的 很不容易的 也因为很不容易 所以当你成佛的时候 三千大千世界 无量的诸佛 都要赞叹你 为什么 释迦摩尼佛 像我第一次读到释迦摩尼佛 师父第一次读阿弥陀经 读到释迦摩尼佛 在五着二世 劫着 见着 烦恼着 众生着 命着中 而成就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师父流眼泪了 而且在这五着二世 还要为众生讲 阿弥陀佛 男性之法 为什么释迦摩尼佛 多这么多人赞叹他呢 因为在无量节 恒河杀树修行的人 很多人都被淘汰光了 只有释迦摩尼佛 忍入真上 精进身上 各位都读金刚经 请问释迦摩尼佛 都做了五百世的忍入先人 你忍了几次啊 你忍了几次呢 人家讲你一句 你就不太高兴啊 对不对 对不对 连有好心 劝你一句呢 哇 你的我执就非常强啊 还要跟人家顶嘴 师父讲你几句呢 哎呀 哎 我命头佛不说了 现在的徒弟也很难教的 所以 你要真正控制自己的心啊 不要再迷惑啊 对不对 可是呢 好 刚才讲 注意听 受苦转为大悲心 造业呢 转为精进持戒跟修禅定 迷惑呢 你转为真正的深入精湛 智慧如海 这样子 你才会解决众生的业 也解决你自己的业 好 我想了一下 时间虽然有限 但是我觉得还很重要 师父还是讲好了 我满脑子有很多的故事 然后 好 各位大家都知道 于兰观音的故事吧 听过的人 没关系 专心听 想一想 我虽然听过这个故事 但是这个故事 有没有对我有很大的 改变的力量呢 中国人跟观世音菩萨 很有缘 你看 于兰观音 不管画像跟雕像 都喜欢 观世音菩萨 在感应路里面 浙江沿海一带 因为众生都杀生 杀生 造了很多恶业 有一天 观世音菩萨知道 这些众生啊 真的很可怜 虽然呢 他的工作就是杀生 可是他的业呢 会产生大地震 海啸 会死掉很多很多的人 这时候 观世音菩萨就入了 圣神的慈悲三昧 就想 这些众生 跟我有缘 我怎么帮助他呢 那沿海一带 大家都知道 有很多人呢 家家户户 都会拜 马祖娘娘 因为马祖呢 在中国 浙江沿海一带呢 就成为守护神 然后有人呢 也拜观世音菩萨 希望出海 捕鱼 一切平安 世间人都喜欢 平安快乐 这时候观音菩萨呢 就化现了 一个女子生 然后呢 篮子里面 就提了一个鱼 鲤鱼 或是鲤鱼 没关系 就走在呢 海边里面说 卖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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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很多呢 当地的年轻人 看到这么多漂亮的女孩 这个漂亮的女孩啊 这么多的男生来 心呢 就 不丑 不丑 哇 大家就 太美了 就跟着他 请问啊 姑娘啊 你要买卖鱼吗 他说 我这个鱼啊 不是卖的 他说 姑娘啊 你这么漂亮啊 你结婚了没有啊 我们可以讨你做老婆吗 你长得这么丑 你有资格要娶我吗 这时候呢 男的越来越多了 很多人 最后呢 他说 好 你要娶我可以 我有一部经 你们回去念 谁会背了呢 我有一部叫 第一个经 是普门品 谁呢 可以呢 回去呢 三天之内呢 会背的的话 我就嫁给他做老婆 哇 这时候嘛 事实上 大家都知道 这是观音菩萨的化身 对不对 他就是以淫欲心来 勾引这些男孩 结果回去以后 每一个人呢 其实根本不是想念经 是想个漂亮女孩 就回到家里呢 就开始念 妙法 莲华经 观世音 菩萨 普门品 你就可以看到 沿海一带 所有家家户 都在念普门品 因为大家都想 抢他做老婆 三天以后呢 哇 糟糕了 有非常非常多的人呢 都会背普门品 这时候 这个观音菩萨 化身的女孩呢 就说 不行吧 我一个女生 不可能家里面 这么多人做老公啊 这是不合伦理道德的 不行 那我还有一部经 给你一个礼拜 你们看回去念 金刚经 回去念吧 一个礼拜以后 我们再来这边比赛 看谁念了 我就嫁给他 这时候呢 就开始发金本啊 金刚经 回家呢 就是金刚般若 波罗蜜多心经 如是我闻 对不对 一直念念念 你就可以看到 这一个礼拜呢 家家户户都在诵经 过了一个礼拜来以后呢 听说有十个人 可以背出金刚经 很难得哦 金刚经蛮长的 对不对 各位你看看 我问一下 在座会背金刚经的 请举手 全部会背的 没关系 加油加油 好 那后来呢 他说你们十个人 我也不可能让你做老婆啊 从一排到礼拜天 也只能七个 对不对 这样也不太好吧 那这样子吧 我还有一部经 给你们一个月 好好念 念什么 妙法灵华经 二十八品 哇 这个够长了 很长啊 那就大家回去念吧 对不对 就是开始念 一直念念念 过了一个月以后 的确有一个人 真的全部都背了 叫马郎 马完了以后呢 这全村庄的人 都非常高兴 恭喜你呀 你看我们辛苦了这么多 普门品 金刚经跟法华经 只有他一个人 可以把二十八品 二十八品有六万多字 他全部能背啊 这次是非常友善根的 所以呢 他说好 没问题 三天以后 我就嫁给你 哇 那全村庄的人就举行呢 喜宴啊 恭喜他 对不对 大家会觉得好不容易呢 这个女孩子最后呢 就嫁给他 那三天以后 他真的答应 也就是说 让他娶为新娘 然后早上开始呢 就村庄庆祝 到中午呢 大家呢 就喜宴 到呢 快傍晚的时候 他们就入了洞房了 结果入洞房呢 那晚餐要吃东西的时候 吃一吃 呃 吃到一个骨头 那个女生噎死了 哇 这一刹那之间 全村庄本来是喜事的呢 一夜之间就变成了 上市 上市以后 当然就要做上张仪式啊 大家很难过啊 这时候马郎呢 半月啊 就坐在月亮前 然后他就想 好奇怪啊 我那么用功啊 念了普门品 金刚经跟法华经 想要娶一个女孩子 没想到娶到了 结果呢 我的太太竟然吃到鱼 一次就哽到了 又噎死了 这时候他非常非常的难过 这时候天空中呢 出了声音 马郎啊 你还不觉悟啊 那个女孩子不是普通人啊 那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啊 不相信你去看看棺材 打开来 不会有观音的事 没有那个女孩子的尸体的 结果他就真的呢 连夜呢 就把棺材打开来 打开来以后 只看到那个女孩子 穿了一个鞋子 这时候他觉悟了 他就发心出家了 这就是最有名的 于兰观音故事 各位我相信 很多人都听过这个故事 师父要分享一下 这个故事代表了什么 第一 沿海众生造沙业很重 这个沙业会赶得了 天灾 人祸 地狱 还有各种灾难 这就是众生自己造的业 祸业 苦 业 观音菩萨可不可以改呢 他要有方法 观音菩萨没有办法取代你 假如你造了恶业 业里面有分两种 注意听 假如你做的时候是很欢喜的 而且清清楚楚的 这是要定业 那没有办法改 除非你自己忏悔 那你还是要去受苦的 有一种业呢 你是被强迫的 举个例子 很多呢 媳妇呢 学佛的时候 还没有学佛之前 婆婆叫他杀鸡 他就叫杀鸡 心不甘情不厌 可是还是要做 对不对 那个业呢 比较轻一点 这叫不定业 这个可以改的 那观音菩萨看到 所有的众生 就以鲨鱼做行业 这样的业呢 是很难很难改 所以他只能从圆上去改 改什么 透过法的功德 刚才讲 佛力 法力 跟自力 若没有所有的众生 念 普门品 金刚经 跟法华经 这一块大的众生呢 是会大地震 或是海啸 会死掉 非常非常多的众生的 所以观音菩萨 大悲心怜悯 就叫 只好划线呢 人间最漂亮的女生 所以可见 他叫 先以欲勾迁 后令入佛制 众生的欲望 本来就是很强 看到美女嘛 其实她们念经 真的不是真的想念经 是想要讨她当老婆 所以观音菩萨 清静庄严了 也皆修 就化现一个最漂亮的女人 来引发众生 希望有诵经的意愿 好 从 普门品 然后从金刚经 一直送到法华经 所以你可以知道 这三部经呢 跟观音法门 是非常有缘的 当然观音法门 有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因为这样 所以众生的夜可以改 最后 马郎 一个人 整部妙法 连华经都能背 上半夜 她结了婚 下半夜 太太就噎死了 这是告诉她什么 再美的太太啊 都是无常的 所以各位 堪气尾 堪气尾 牵手的牵手 不要牵太久啊 不要牵太紧 另外一半走的时候 你会很痛苦的 这是真话 注意听 师父没有叫你 你今天听完金 就回家要离婚 我没这样讲 我没这个意思 我公开讲清楚 我要是意思说 你要关心你的太太 跟关心你的家人 可是夫妻之间 是有缘 一起来修行 行菩萨道 但是夫妻之间 也像呢 也一场戏 drama一样 戏演完落幕的时候 个人还是搞个人的 个人还是要面对自己的业 所以 这就是佛力 法力 跟智力 三力加起来 就可以改众生的业 所以你也不要小看 也不要亲自乱批评 敢金灿的法师 搞不好 金灿的法师里面 也会有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因为能读经 诵经 他的动机不同 师父不评论 他有他的功德 可是只要念大乘一记一句 或是一佛名 一菩萨名 我们都应该生恭敬心 在这里 有一个脸友提到 师父你昨天提到 杀身就是造业 那请问 职业是厨师 那也是他唯一的生存之道 别无事 他没有其他的一技之长 请问要如何能够减少 减轻恶业 日后得到解脱呢 虽然说这就是一个例子 整体实际上是在职场上工作的人士 好 我刚才讲 云南观音就是一个例子 在海边人 他们的生活就是要造恶业 没办法 杀身就是他们 尤其各位到 印度尼西亚跟马来西亚 很多的众生就病动很多 为什么 你仔细观察他的行为 就是做 都是做杀到迎望久的 而且不是一世 生生世世 那怎么办 没办法 这就是他的业 但是注意听 观音菩萨也度渔夫 佛陀在恒河两岸的时候 对于渔夫跟猎人 佛陀也会为他说法 也劝他能够念佛念咒 也就是说 假如你的朋友是厨师 他可以换行业 也很好 他不能换 那你就劝他念佛跟念咒 将来他会有改变的因缘 但是会比较慢一点 那你说职场上的人呢 听好 职场上的人 多说几句吧 我不认为啊 无奸不成商 我不认为 商人其实也有正派的商人 也有奸诈的商人 赚钱也要赚得合乎良心跟道德 该赚的赚 商人一定赚钱的 没有不赚 但是你要赚得合理 假如你是勾心斗角 甚至用高利贷 让人家走投无路 才跟你做生意的话 他会恨你的 你这样赚的钱呢 也不光彩 也不好 将来你自己障碍也会很多 职场上呢 我觉得你要有智慧 同流而不合乌 为什么呢 因为在职场上呢 每一个人都是得利益为主 但是得利益呢 你也要坚持你学佛的品德 跟良心 跟戒律 了解吗 不可以做违法的事 不可以贪官污吏 尤其贪众生的钱 那果报都是不好的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坚持自己 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觉得呢 还是可以做正直的商人 并不是说 不可以做不正直的商人 好 再看下面 幻灯片 讲货业苦 所以三个轮子 任何一个轮子一剪掉 他就断了 好 那现在有个问题来了 师父 假如我的烦恼很出众 我无法控制自己的念头 怎么办 忏悔 看 忏悔 佛经辟喻叫闪电一般 感谢您的烦恼很出众